一时执念 他们跌入情感漩涡 跟一个共同的老公 都生有了一个女儿 而且女儿在出生之后没多久 就被老公抱走了 二人世界 背叛与欺骗来得猝不及防 他肯定跟两个女儿在一起了 三年情变 消失不见的女儿 让他们恍然大悟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2017年11月24日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实力派出所 来了两名年轻女子 一个叫文文 一个叫小李 两人都是20岁上下 这两个人报的案 着实让民警大吃一惊 比较蹊跷 他们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公 跟一个共同的老公 都生有了一个女儿 而且女儿在出生之后没多久 就被老公抱走了 然后之后就一直都没有 见到过自己的女儿 报案人说 他们分别有一个女儿 两个孩子现在还不满一岁 刚出生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 抱走了 抱走孩子的人叫王陆远 24岁 江西省都长县人 办案民警感到案件离奇之余 立即着手展开调查 可是民警通过技术手段筛查之后 并没有查到此人的身份信息 反而一个年近40岁的男子 和报案人的描述有些相似 信息不是很有底 你感觉这个年龄差距太大了 你隔了十多岁 但是我们把那个查找出来的照片 放在一组十张照片里面 两名被害人分别进行辨论 他们两个都指出来了 就是这个78年出生的男子 警方调取的信息显示 王陆远1978年出生 已婚 有三个子女 这条信息让文文和小宇顿时慌了神 他们说 王陆远不仅抱走了他们的孩子 还多次向他们借钱 两个人加起来 借给了他50多万元 报案人随后 向警方提供李章 王陆远的身份证照片 根据以往办案经验 民警判断 他们很可能是被骗了 警方立即成立小组立案调查 既然涉嫌诈骗 那么嫌疑人一定有所防范 如果轻易传唤或者走法 恐怕会惊动嫌疑人 经过开会讨论后 警方商讨出一套抓捕方案 让报警人小宇 与王陆远见面 刺激实时抓捕 11月29日晚上8点 警方按照原定计划 抵达约会地点 过了一会儿 王陆远如约抵达 随后报警人小宇也来了 两人站在路边 聊了几句 便开始拉扯起来 民警随即下车 以民事纠纷为由 对王陆远进行传唤 将其带回来派出所 到派出所之后 民警立即对王陆远进行询问 可得到的回答 却与报警人所描述的 完全不同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是真的 这两个女孩子 那又不乱我离开了 我就稍微离开了 那又不可以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 这样子的 王陆远说 他并没有欺骗小宇和文文 是小宇和文文 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直纠缠 王陆远的说法 让小宇和文文感到非常气愤 我一个18岁的女孩 我会去缠着她 我觉得这种话说得太假了 说不管是怎么样的 说出去人人都不信 一个18岁的女孩子 又不是没人要是不 王陆远和两个报警人 各执一词 他们三个人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 如此光淡的事情呢 事情的原因 还要追溯到2015年 甜蜜 关怀 一切慌如梦幻泡影 叫我去洗脚店 那个最上边洗脚 爱之深 情之切 原以为遇到的真爱 不过是一场骗局里的牺牲 一个小孩子在那个屋子里面 他看着我 一直对着我哭 三段感情 同一丈夫 真相如晴天霹雳 要怎样才能揭开她的假面 平安365正在播出 2015年1月 年仅18岁的文文 初中毕业后 便出来四处打工 受当地风俗影响 本孙像她这般年纪的女孩 基本都已经谈婚论嫁 整天被妈妈唠叨的文文 也很是苦恼 渐渐地 她的手机里 下载了各种交友软件 她希望能够在上面 找到真爱 三月的一天 文文在微信上 认识了王陆远 聊天中 文文感觉对方 知识渊博 谈吐幽默 两人非常聊得来 文文将生活中的不快 一股脑地向她倾诉 一来二去 双方日渐熟悉起来 面对王陆远 整日整夜地嘘寒问暖 一个月后的情人节 文文答应了 王陆远的约会邀请 在约定餐厅见面时 风度翩翩幽默风趣的 王陆远 让文文顿时芳心爱曲 王陆远说 自己是九三年生人 在南昌市做工程 父亲是银行行长 见对方如此优秀 对自己又很好 文文甚至觉得 他就是自己眼中的真命天子 一顿饭下来 两人相谈甚欢 此后不久两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最难的把自己包装成 就比较有钱 然后家里比较 这个父母开银行的 什么自己做工地的 几十万上下 这个东西比较唬人吧 小女孩一听 可能就信了 觉得她人还不错嘛 反正看起来 应该挺老实那种 又聊了那么多天之后 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吧 说话呀 觉得挺好的 挺觉得挺 挺暖的吧 反正就那种 会唬人吧 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 两人便住到了一起 九月份的一天 王璐远说 自己工程的资金链 出现了问题 让文文去一家 足域场所工作赚些钱 文文对此很是抵触 但在王璐远的 威逼利诱之下 只得选择屈服 他天天就说 你去啊 你去啊 你去上班 挣点你钱啊 他说你不去挣钱 哪有钱呢 他说你去做别的事情 就一两千块钱 根本就不够啊 他就叫我上班了 就叫我去洗脚店 那个去帮别人洗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2016年3月 文文怀孕了 他开始催促 王璐远结婚的事情 王璐远却以各种理由推脱 要求文文给自己一点时间 自己一定会对他们 母子负责的 这样一来 婚事也就拖延了下来 为了让文文安心保胎 王璐远让他辞去了工作 自己则是隔三差五 从南昌回来看他 给他炖汤煮饭 慢慢地文文情绪平复了很多 他想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结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两个月后 王璐远再次提出 工程出现资金问题 需要一大笔钱 他向文文借钱 文文怀着对两个人 未来的出情 看着眼前的未婚夫整日发愁 他只好向父母开了口 这一次文文借给了王璐远 二十八万余元 这个钱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家人来说 我都是一个大数目 爸爸就是做泥酱吧 他们也就是做服务员 就相当于钱 全部都走了 一分钱都没有 害得我还欠外面的钱 对王璐远文文倾倾囊相助 他就希望将来一家三口 能过上安稳日子 2016年底 两个人的女儿出生了 未婚生子的文文 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成为了街坊四邻口中 闲聊的对象 他为此十分烦恼 这时王璐远提出 要将孩子带到都长县老家抚养 让文文出去继续工作 等过段时间 两个人结婚后 再把孩子带在身边 我说我要小孩 我自己小孩 我自己带 我说你要上班 你自己上班 我说小孩这么小 就上班 我不放心的 然后他非逼着我去上班 尽管文文坚决反对 但王璐远还是强行 将孩子带走了 从那之后 文文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王璐远对他也不再那么上心了 孩子究竟被带到了哪里 王璐远到底是什么人 渐渐地 文文的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梦到过小孩 梦到过小孩 我之前都没梦到过 但是那次梦到我就感觉 一个小孩子在那个屋子里面 他看着我 一直对着我哭 我就觉得好纳闷 这个小孩子对着我哭 我怎么会好难受 怎么老是对着我哭 我就感觉 他在那里面好可怜 好可怜一样 就在文文心中生疑的时候 一个女人找到了她 有一个女人她联系我 问我是谁 我说你是谁 她说她是她老婆 我说她不是她没有老婆吗 她有老婆 我说那你们打结婚证了吗 她说她没有打结婚证 她跟她在一起三年 我心想肯定 她肯定跟两个女人在一起 给文文打电话的女子叫小雨 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小雨说 她也给王陆远生了一个女儿 更巧的是 小雨的女儿也被抱走了 与小雨聊过之后 文文震惊了 这个女人的经历 竟然和自己惊人的相似 文文这才发现 自己其实对王陆远一无所知 过去三年的往事 也真假难分 文文和小雨商讨后 决定报警求助 情感欺骗 金钱榨取 骨肉分离 骨毒还不实质 她居然把两个女人 全部都卖掉了 获知真相的她与她 人生路上又该何去何从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小孩子只要这样 把她咬的 是吧 爱曾让他们执迷不悔 无路可退 悲剧要怎样不再上演 平安365正在播出 公安部门通过司法程序 调取了王陆远银行卡的账单 以及他本人取款的视频监控 原来 与文文小雨二人交往期间 王陆远多次以工地建造资金紧张为由 向二人及其父母借款 为了早日和王陆远领证结婚 也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小雨借给了她五万余元 文文借给了她四十多万元 二人的孩子也被王陆远抱走了 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经过我们询问王某也如实地交代了 她因为自己无力抚养 那么先后把两个女婴 都卖给了其他的图像 卖给其他的自己获利 这个一万六千块钱 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 以及自己骗财骗色 卖女求财的犯罪事实 王陆远很是不以为然 她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无奈之举 我是这么想 我自己没有人的养了 我现在总不可能把我女方 我自己身边二次人死 这样子 所有的我才保养给别人 就是这样子 她把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 她说 那是我想生的那个女孩子 两个女孩子缠着我 非要生下来 我说不生我都打掉 她说你还是生下来吧 生下来我养 她要不强制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怎么会设行犯罪 这个钱的事情 反正都是她自愿给我的 我也根本就不是犯罪 虽然王陆远百般狡辩 但是证据确凿 王陆远不得不认罪服法 在了解了整个案件详情之后 记者随着警方来到了王陆远的家 王陆远共有三个孩子 他的妻子在外打工 每个月薪水只有三千多块钱 大女儿十七岁已经工作了 他还要抚养另外两个孩子 二女儿读五年级 而最小的儿子才刚刚上学 这个王某家里事情基本是不管 包括三个小孩的一些学习 这个情况完全就是不管 平时很少的回家 回家一趟 可能有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 回来之后很快就走了 王陆远的小儿子 天天只有八岁 刚刚上小学一年级 今天学校放学了 妈妈要加班不能来接她 天天只能自己走回家了 你爸爸呢 我爸爸还在工作呢 在哪里工作 很远的地方工作 想不想爸爸 想呢 有多想啊 超级想 平时 多长时间没见着爸爸了 明天就来 明天就不来 一下来 一下不来 一下来 一下不来 爸爸平时都会带你玩什么 会带我去玩游乐园 是前几年的时候 爸爸就带我去 在民警的努力下 被王陆远卖掉的两个女婴 都回到了各自母亲的身边 分别六个多月后 文文终于见到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 去那个派出所学校来的时候 我看着她脚上 那个鞋子还特别小 感觉就是穿小的嘛 那个鞋子上 那个鞋子上 小皮鞋一样的 那个破破烂烂的 全部都掉下来了 衣服又破破烂烂的 瘦的 那个腿啊 哪是腿啊 瘦的那个样子 天天就知道吃奶粉 什么东西都吃不到 心里好能说好能说 刚刚二十出头的两个女孩 成了单身妈妈 被王陆远骗走的钱 也无法追回 未来的生活 对于她们来讲困难重重 她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我既然我把她找回来了 我好不容易给她找回来了 不管怎么样的 我都会养着她的 哪怕我没有钱 我说我哪怕不吃不过 我都要养着她 面对如山的铁证 不管王陆远再怎么狡辩 她都没有办法逃避 法律的制裁 嫌疑人王陆远 因涉嫌诈骗罪 拐卖儿童罪 已经被批准逮捕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轻信甜言蜜语 两名女子均掉进了情感陷阱中 长达三年无法自拔 要不是因为偶然发现了彼此的存在 她们或许到现在都还没能看清楚 所谓丈夫的真面目 虽然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 孩子都回到了她们的身边 王陆远也被抓获归案 但是这三年的经历 却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 什么都没有 什么承诺都没有 然后就把孩子还生下来 这么年轻 她二十多岁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你要是随便到民政局打个证 就知道她结果很难 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不会被骗 平安365提醒广大年轻女性 网络上充斥着非常多的谎言 在网上交友更要谨慎 不要轻信他人 轻率投入感情 以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2018年6月21日上午 山东省日照市举线消防大队 承阳路中队接到报警 一辆半挂车在路口右转弯时 因视线盲区 将一辆电动车卷入半挂车车底 车体已经严重变形 骑车男子被绞在半挂车底盘下 急需救援 消防员到场后 立即爬进车底施救 十分钟后 骑车男子被成功救出 索性并未遭到半挂车车轮碾压 但腿部和背上也有多数擦伤 平安365提醒您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 存在视觉盲区和内轮差 务必要与其保持足够距离 接近路口时也要减速满情 以免意外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